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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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友生此起比落 歐客杯全國桌球錦標賽 在草屯鎮立體育館舉辦 吸引來自各地國小學校 有184個隊伍共同參與 線內也有許多學校組隊參賽 爭取榮譽 藉由比賽的舉辦 希望讓學生增加比賽經驗 提升打球的技術 來自各校的好手 能夠聚集一堂 來這邊切磋球技學生 這個有所表現 這個球賽也希望說 讓愛好我們桌球的好手 都能夠有一個舞台來 做一個展現 強賽選手對於在比賽中 沒有發揮出實力 雖然難免感到沮喪 但是藉由賽程 一則以球會友 二則切磋球技外 從中也學習並累積了寶貴的經驗 朱賴賴賴還可以 但是決賽就被幹掉了 沒有要發揮實力 就增加比賽經驗 要學抗壓性 因為以前在中同輩子 我跟那個打 真厚苦的打的時候 我其實打得還蠻驚險的 然後這一次就發揮得比較好 然後心態也比較穩定 所以就直接比較輕鬆的贏 清潛衛的選手齊聚 展現平時訓練成果 南投縣體育會桌球委員會 不只加強繼承桌球選手的 訓練及紮根 更努力爭取資源 期待各界可以一同努力 提供更好的打球環境 藉此培訓縣內優秀選手 其實我們現在最基礎的 我們的國小組都可以參加全國的比賽 而且還可以拿到成績 譬如說我們圓峰 還有草成國小 光華 還有埔里的藍光國小 其實都有很多學校的成績都蠻不錯的 比賽這個活動 以國小組為主 然後希望提升我們的桌球學者 更好更漂亮的成績 我一直在期望 我們沙根的運動 三級的運動 能夠確實的沙根 把孩子留在南東縣 是南東縣政府 跟南東縣議會 南東縣體育會 一直在努力的一個項目 因為疫情的關係 南東縣體育會桌球委員會 也動員大批人力 加強各種防疫措施 以確保選手和教練的安全 能夠好好享受打球的樂趣 記者洪一輪 草屯 採訪報導